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不少朋友留言说 在家里面揉面总是揉不光 老有裂痕 做好的馒头老是不光滑 今天就分享一下揉面的技巧 这里是我准备好的一块发面 这个发面已经发的比较好了 而且还稍微有点过 这时候的面团会比较偏软 咱们在揉面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一点干粉 让它的硬度提上来 才好揉面 当然这个硬度要适合做馒头就好 不要过于硬 早上干粉 咱们开始揉面之前 要让这个面一面接触干粉 另外一面尽量少接触 然后准备揉面 咱们把这个面像这样折过来 压平 这个力道是直上直下的 每一次压平 开始折叠的面积 要稍微宽一点大一点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面筋得到拉扯 这样越揉 这个面筋就会越紧致 这样面筋的组织就会变得更紧密 显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比较光滑的 当面团变小之后 咱们叠压的面积就会变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块面团 咱们揉了大概不到一分钟 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据现这个变化之后 咱们把小面压大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按下去之后 这里扁了 就说明这个力用的是对的 如果咱们这个力是向前推的 它前面就会变高 那样就很容易把面筋拉断 所以每次咱们弄小之后 压平 然后再次重复这样的折叠动作 每一次折叠 越小折得越小 越大折得越宽 只有这样的揉面方式 才能让面团的面筋 得到更好的体现 咱们很多朋友在揉面的时候 就是一大块面 然后每次都压不下去 所以揉好之后呢 这个面团看上去呢 表面凹凸不平 就像这样 所以大家只需要改善 在揉面的时候 越大咱们折叠得越多 越小折叠得越窄 但是每一次按压 一定要给它压实 这样里面没有气体 它的面筋组织就会变得更好 揉好的面团光滑度也就越高 大家可以看 这个面团呢 大概揉了三分钟 这时候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表面呢 非常光滑 就像一个鹅软石一样 这种状态下 里面的面筋组织呢 非常紧密 咱们做好的馒头 也更光滑 白亮 而且还不容易出现 烫面 回缩 起泡 这样的大问题 接着是揉馒头 因为很多朋友 揉圆馒头揉不好 其实呢 咱们准备一个剂子 像这样 先压平 然后再把边上往里折 像咱们前面说的 这个面团越小 咱们折叠的面积越小 每次叠的时候 只有一点 然后慢慢的往里收 就是把边上不整齐的部分 收到中间这个位置 收的时候 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出另外一面变光 然后反过来 像这样转一下 其实揉馒头呢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有压面机的话 会比这个更快 这样一个馒头 咱们就搓好了 其实呢 很容易 只要用对力 搓好的馒头 就非常好看 离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 这个面呢 偏硬的状态 揉好的馒头呢 表面非常光 而且收的时候呢 里面就不会过空 这种状态下 蒸好之后的馒头 它底部也不会变大 揉面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一定要仔细看前面的内容 然后揉馒头呢 一定要记住 面团稍硬一点 你做出来的馒头 会更光滑 更好看 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忙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